第三回 求师中难 郭靖在周中前运神功,数日间伤势便已痊愈了大半。 夫妇俩说起欧阳风十余年不见,不但未见衰迈,武功由盛往昔,这一掌若是打中了郭靖胸口要害,那便非十天半月之内所能全渴了。 两人谈到洪七宫,不知他身在何处,甚是记挂。 黄荣虽在桃花岛隐居,仍是摇领丐帮帮主之位,帮中事务由卢有角奉黄荣之命,处分勾当。 他此番来到江南,远你成便会见帮中朱长老会伤帮务,并打听洪七宫近况。 但郭靖受伤,只有先行归岛。 其后说到杨过,黄荣便将他叫进内仓询问前世。 杨过说了母亲应病逝世,自个儿流落嘉兴的经过,郭靖夫妇想起和慕念慈的交情,均是不胜伤感。 带杨过回到外仓,郭靖说道,我向来有个心愿,你自然知道。 今日天性遇到过儿,我的心愿就可得偿了。 当年郭靖之父呼啸天与杨过的祖父杨铁心一结兄弟,两家妻室同是怀孕。 二人相约,日后生下的若君是男儿,就结为兄弟,若君是女儿,则结为金兰子妹,如是一男一女,则为夫妇。 后来两家生下的各为男孩。 郭靖与杨过之父杨康如约结为兄弟,但杨康认贼作父,多行不义,终于惨死于嘉兴王铁枪妙中。 郭靖念及此事,常耿耿于怀,此时这么一说,黄荣早知他的心意,摇头道,我不答应。 郭靖愕然道,怎么? 黄荣道,佛儿子能许配给这小子。 郭靖道,他父虽然行旨不端,但郭阳两家世代交好,我瞧他相貌清秀,聪明伶俐,今后跟着咱俩,将来不愁不能出人头地啊。 黄荣道,我就怕他聪明过分了。 郭靖道,你不是聪明得紧吗? 那有什么不好? 黄荣笑道,我却偏喜欢你这个傻哥哥呢。 郭靖一笑道,佛儿将来长大,未必与你一般也喜欢傻小子,再说,如我这般傻瓜,天下只怕再也难找第二个。 黄荣刮脸羞地说,好稀罕嘛,不害臊。 两人说笑几句,郭靖重提话头,说道,我爹爹就指这么一个一命,杨铁新叔父临死之际也曾重托于我。 可是,与杨康兄弟与牧师子分上,我实没尽了什么心,若我再不将顾儿当作亲人一般看待,怎对得起爹爹与杨叔父。 言下长叹一声,甚有武然之意。 黄荣柔声道,好在两个孩子都还小,此事也不必急,将来若是顾儿当真没剩坏处,你爱怎么就怎么变了。 郭靖站起身来,身身一依,正色道,多谢湘月,我时是感激不尽。 黄荣也正色道,我可没应允,我是说,要瞧那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。 郭靖一依道地,刚伸腰直立,听他此言,不禁愣住,随即道,杨康兄弟自幼在金国王府之中,这才学坏,过而在我们岛上,却绝技坏不了,何况他这名字当年就是我给取的,他名杨过,自改之。 就算有了过失也能改正,你放心好了。 黄荣笑道,名字可能做数,你叫郭靖,好安静吗? 从小就跳来跳去的像只大猴子。 郭靖瞠目结舌,说不出话来,黄荣一笑,转过话头,不再谈论此事。 周行无话,到了桃花岛上,郭福突然多了三个年纪相若的小朋友,自是欢喜之极。 杨过服了黄荣的解药后,身上余毒,便急去静。 他和郭福初见面时略有嫌隙,但小孩信儿,过了几日,大家自也忘了。 这几天中,四人都在捕捉蟋蟀相斗为戏。 这一日,杨过从屋里出来,又要去捉蟋蟀。 月坛止阁,经两望风,刚绕过青啸亭,忽听得山后笑语声轩,忙奔将过去。 只见郭福和武士兄弟翻石拔草,也正在捕捉蟋蟀。 武敦乳拿着个小竹筒,郭福捧着一只瓦盆。 武修文翻开一块石头,吃得一响,一只大蟋蟀跳了出来。 武修文纵身扑上,双手按住,欢声大叫。 郭福叫道,给我,给我。 武修文拿起蟋蟀道,好吧,给你。 揭开瓦盆盖,放在盆里,只见这蟋蟀方头剑腿,巨饿粗腰,甚是雄俊。 武修文道,呃,这只蟋蟀定是无敌大将军,杨哥哥,你那许多蟋蟀都打他不过。 杨过不服,从怀中取出几竹蟋蟀,挑出最凶猛的一只来与之相斗。 斗得几个回合,那大蟋蟀张开巨口咬去,将杨过的那只拦腰咬住,摔出盆外,随即振斥而鸣,杨洋得意。 郭福拍手欢叫,我都打赢了。 杨过道,别忙,还有呢? 可是他连出三帅,尽数败下阵来,第三只甚至被巨帅一口咬成两截。 杨过脸上无光,道,不玩了,转身便走。 忽听得后面草丛中叽叽叽地叫了三声,正是蟋蟀鸣声,声音却颇有些古怪。 伍敦如道,又是一只,扒开草丛,突然向后急跃惊道,蛇,蛇! 杨过转过身来,裹见一条花纹斑斓的毒蛇,昂首吐蛇地盘在草中。 杨过拾起一块石子,对准了摔去,正中蛇头,那毒蛇扭曲了几下,便急死了。 只见毒蛇锁盘之旁,有一只黑油油的小蟋蟀。 笑貌奇丑,却展翅发出鸡鸡之声。 郭福笑道,杨哥哥,你捉这小黑鬼呀! 杨过听出他话中有鸡巢之意,激发了胸中傲气,说道,好,捉就捉。 当下将黑蟋蟀捉了过来。 郭福笑道,你这只小黑鬼要来干什么,想跟我的无敌大将军逗逗吗? 杨过怒道,斗就斗,小黑鬼也不是给人欺负的。 将黑帅放在郭福的瓦盆之中。 说也奇怪,那大蟋蟀见到小黑帅竟有畏惧之意,不住退缩。 郭福与武士兄弟大声吆喝,为大蟋蟀加尽助威。 小黑蟋蟀昂头纵跃而前,那大帅不敢接战,想跃出盆去。 小黑帅也急跳高,在半空咬住大帅的尾巴,双帅齐落,那大蟋蟀抖了几抖,翻转肚腹而死。 原来蟋蟀之中有一种习与独虫共居,与蜈蚣共居的称为蜈蚣帅,与独蛇共居的称为蛇帅。 一身上燃有独虫气息,非常帅之所能敌。 杨过所捉到的小黑帅,正是一只蛇帅。 郭福见自己的无敌大将军,一战即死,很不高兴,转念一想,道,杨哥哥,你这头小黑鬼给了我吧? 杨过道,给你吗? 嗯,本来没什么大不了,但你为什么骂他小黑鬼? 郭福小嘴一撇,兴兴的道,不给就不给,稀罕吗? 拿起瓦盆一抖,将小黑帅倒在地上,右脚踹落,灯石灯死了。 杨过又惊又怒,气血上涌,满脸仗着通红,邓石按捺不住,反手一掌,重重打了他个耳光。 郭福一愣,还没决定哭是不哭,伍修文骂道,你这小子打人,向杨过胸口就是一拳。 他家学渊源,自晓得父母亲传,武功已有相当根基,这拳郑重杨过前胸,力道着实不轻。 杨过大怒,回手也是一拳。 伍修文闪身避过,杨过追上扑击,武敦乳伸脚在他脚上一勾,杨过扑地倒了。 伍修文转身跃起,骑在他身上,兄弟俩牢牢按住,四个拳头,猛往他身上击去。 杨过虽比二人大了一两岁,但双拳难敌四手,武士兄弟又练过上乘武功,杨过却只跟慕念词学过一些粗浅武功,不是二人对手,当下咬住牙关挨打,哼也不哼。 伍俊辱道,你讨饶就放你。 杨过骂道,放屁。 伍修文喷喷两下,又打了他两拳。 郭福在旁,见武士兄弟为他出气,心下甚喜。 武士兄弟知道,若是打他头脸,有了伤痕,待会儿被郭靖黄荣看到,必受斥责。 是以拳打足踢,都招呼在他身上。 郭福见打得厉害,有些害怕,但摸到自个儿脸上热辣辣的疼痛,又觉得打得痛快,不禁叫道,用力打,打他。 武士兄弟听他这般呼叫,打得更加狠了。 杨过福在地下,耳听郭福如此叫唤,心道,你这丫头如此狠恶,我日后必报此仇。 但觉腰间背上臀部剧痛无比,渐渐抵受不住。 武士兄弟自幼练功,拳脚有力,寻常大人也经受不起,若飞扬过也练过一些内功,早已昏晕。 他咬牙强忍,双手在地下乱抓乱爬,突然间左手抓到一件冰凉滑腻之物,正是适才砸死的毒蛇,当即抓起,回首挥舞。 武士兄弟见到这条花纹斑斓的死蛇,齐声惊呼。 杨过趁机翻身,回首狠狠一拳,只打得武敦乳鼻流鲜血,当即爬起身来,发足便逃。 武士兄弟大怒,随后追去。 郭福要看热闹,连声叫唤,抓住他,抓住他。 再后追赶,杨过奔了一阵一回头,只见武敦乳满脸鲜血,模样甚是恶物。 心知若是给两兄弟捉住了,那一顿薄打比适才更是厉害,当下不住足地奔向事件封山脚,直向封上爬去。 武敦乳鼻上虽吃了一拳,其实并不如何疼痛,但见到了鲜血,又是害怕又是愤怒,脾气脊椎。 杨过越爬越高,武士兄弟丝毫不肯放松,郭福却在半山腰里停住脚步仰头观看。 杨过奔了一阵,眼见前面是个断崖,已无路可走。 当年黄药师每创新招,要越过断崖,再到封顶决险之处试招,杨过却如何越得过。 他心道,我纵然跳崖而死,也不能让这两个臭小子捉住了再打。 转过身来喝道,你们再上来一步,我就跳下去了。 武敦乳一呆,武修文叫道,跳就跳,谁还怕? 跳了你不成,料你也没这胆子。 说着又爬上几步。 杨过气血上冲,正要涌身下跃,瞥眼忽见身旁有块大石,半截搁在几块石头之上,似乎安置得并不老稳。 他狂怒之下,哪里还想到什么后果,伸手将大石下面的几块石头扳开。 那大石果然飞飞摇动,他跃到大石后面,用力推去。 大石晃了两下,轰隆一响,向山腰里滚枪下来。 武士兄弟见他推时,心知不妙,吓得脸色变色,忽忙缩身闪避。 那大石带着无数泥沙,从武士兄弟身侧滚过,喷喷巨响,一路上压倒许多花木,滚入大海。 武敦乳心下慌乱,一脚踏空,溜了下来。 武修文急忙抱住,两人在山坡上站立不住,搂坐一团的滚将下来。 翻滚了七八尺丈,幸好给下面一株大树挡住了。 黄荣在屋中远远听得响声大作,忙寻声奔出,来到事件风下,但见泥沙飞扬。 女儿藏在山边草里,吓得哭也哭不出来。 武士兄弟满头满脸都是淤损鲜血。 黄荣上前抱起女儿,问道,什么事啊? 郭福福在母亲怀里,哇的一声哭了出来,哭了一会儿,才抽抽耶耶的诉说杨过怎样无理打他,武士兄弟怎样相帮,杨过又怎样推大石,要压死二人。 他将过错尽数推在杨过身上,自己踏死蟋蟀,武士兄弟打人之事,却全瞒过了不说。 黄荣听罢,呆了半赏,见到女儿半边脸颊红肿,那一掌打得确实不轻,心下甚是怜惜,不住口的安慰。 这时,郭靖也奔了出来,见到武士兄弟的狼狈情状,问起情犹,好生着脑,又怕杨过有甚不测,忙奔上山峰,可是峰前峰后找了一遍不见踪影。 他提高嗓子大叫,过儿,过儿,这几下高叫声传数理,但是终不见杨过出来,也不闻应声。 郭靖等了一会儿,越加担心,下得峰来,划了小艇环岛寻绕寻找,直到天黑,杨过竟是不知去向。 原来杨过推下大石,见武士兄弟滚下山坡,遥遥望见黄蓉出来,心知这番匕受重责。 当下缩身在岩石的一个缝隙之中,听得郭靖叫唤,却不敢答应。 他挨着饥饿,躲在石缝中动也不动,眼见暮色苍茫,大海上渐渐昏黑,四下里更无人声。 又过一阵儿,天空星星闪烁,凉风吹来,身上大有寒意,他走出石缝,向山下张望,但见惊涉的窗子中透出灯光,想象郭靖夫妇,柯正恶,郭福,武士兄弟六人正在围坐吃饭,鸡鸭鱼肉摆了满桌,不由噎了几口唾沫。 但随即想到,他们避在背后,数落自己,责骂自己,不禁气愤难当。 黑夜中,站在山崖上的海风之中,只想着一生如何受人欺辱,但觉尘世间个个对他冷眼相待,思潮起伏,满胸孤苦怨愤,难以自己。 其实郭靖寻他不着,哪有心情吃饭? 黄荣见丈夫烦恼,直到劝他不听,也不吃饭,陪他默默而坐。 次日天没亮,两人又出外找寻。 杨过饿了半日一晚,第二天一早,再也忍耐不住,悄悄溜下山峰,在西边捉了几只青蛙,包了皮儿,找些枯叶,要烧烤来吃。 他在外流浪,常以此法冲击度日。 此时,他怕被郭靖黄荣见到烟火,当下藏在山洞中烧柴,一将蛙腿烤黄,立即踏灭柴火,张口大嚼。 耳听得郭靖叫唤,过尔,过尔,心想,你要叫我出去打我,我才不出来呢。 当晚他就在山洞中睡了,迷迷糊糊地躺了一阵,忽见欧阳风走进洞来,说道, 孩儿,我来教你练武功,免得你打不过武家那两个小鬼。 杨过大喜,跟他出动,只见他蹲在地下,咕咕咕地叫了几声,双掌推出。 杨过跟着他便练了起来,只觉发掌踢腿,无不恰到好处。 忽然欧阳风挥拳打来,他闪避不及,砰的一下,正中顶门,头上驱痛无比,大叫一声,跳起身来。 头上又是砰的一下,他一惊而醒,原来试财是做了一个梦。 他摸摸头顶,撞起了一个疙瘩,甚是疼痛,不禁叹了口气,寻死。 料来爸爸此刻已经伤势痊愈,从大中底下出来了,不知他什么时候来接我去,真的教我武功,也免得我在这里受人白眼儿,给人欺负。 走出洞来,望着天边,但见西星树点挂在树梢,回思适才欧阳风教导自己的武功,却一点也想不起来。 他蹲下身子,口中咕咕咕地叫了几声,要将欧阳风当日在嘉兴所传的蛤蟆功口诀用在拳脚之上,但无论如何使用不上。 他苦苦思索,双掌推出,梦中随心所欲的发掌出足,这时竟已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 他独立山崖,望着茫茫大海,孤寂之心更深,忽听海上一声长啸隐隐传来,叫着,过儿,过儿。 他不由自主地奔下风去,叫道,我在这儿,我在这儿。 他奔上沙滩,郭靖远远望见大喜之下,急忙滑艇进岸,跃上滩来,星光下,两人互相奔进。 郭靖一把将杨过搂在怀里,直到,快回去吃饭。 他心情激动,语音竟有些哽咽。 回到屋中,黄蓉预备饭菜给郭靖和杨过吃了,大家对过去之事绝口不提。 次日清晨,郭靖将杨过武士兄弟郭福叫到大厅,又将柯正恶请来,随即向四个孩子向江南六怪的灵魏磕过了头。 向柯正恶道,大师傅,弟子要请师傅恩准,跟你收四个徒孙。 柯正恶喜道,那再好不过,我恭喜你了。 郭靖命杨过与武士兄弟先向柯正恶磕头,再对他夫妇行拜师之礼。 郭福笑问,妈,我也得拜吗? 黄蓉道,自然要拜。 郭福笑嘻嘻地也向三人磕了头。 郭靖正则道,从今天起,你们四人是师兄弟了。 郭福接口道,不,还是师兄妹。 郭靖横了女儿一眼道,爹没说完,不许多口。 他顿了一顿,说道,自经而后,你们四人须得相亲相爱,有福共享,有难同当。 如在争闹打架,我可不能轻饶。 说着,向杨过看了一眼。 杨过心想,你自然偏袒女儿,以后我不去惹她就是。 柯正恶接着将他们门中诸般门规说了一些,都是一些不得恃强欺人,不得滥伤无辜之类。 江南七外门派各自不同,柯正恶也记不得那许多,反正也是大同小异。 郭靖说道,我所学的武功很杂,除了江南七侠所授的根基之外,权真派的内功,桃花岛和丐帮东南两大宗的武功都曾练过一些。 为人不可忘本,今日我先授你们柯大师祖的独门功夫。 他正要亲授口诀,黄荣见杨过低头出神,脸上有一股说不出的怪异之色,依稀是杨康当年的模样,不禁心中生憎。 寻思,他父亲虽非我亲手所杀,但也可说死在我的手里,莫杨虎为患,将来成为一个大大的祸台。 心念微动,已有计较,说道,你一个人教四个孩子,未免太也辛苦,故而让我来教。 郭靖尚未回答,柯震恶意拍手笑道,那妙极了,你两口子可以比一比,瞧谁的徒儿教得好。 郭靖心中也喜,知道妻子比几,聪明百倍,教导之法一定远胜于己,当下没口子称善。 郭福怕父亲严峻,道,妈,我也要你教。 黄荣笑道,你老是缠着我胡闹,功夫一定学不成,还是让你爹教你好了。 郭福向父亲偷看一眼,见他双目也正瞪着自己,急忙转头,不敢再说。 黄荣对丈夫道,咱们定个规矩,你不能教过儿,我也不能教他们三人,这四个孩子之间更加不得互相传授,否则错乱了功夫,有损无益。 郭靖道,这个自然。 黄荣道,过儿,你跟我来。 杨过艳赠郭福与武士兄弟,听黄荣这么一说,得以不与他们同场学艺,正合心意,当下跟着他走向内堂。 黄荣领着他进了书房,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,道, 你师父有七位师父,人称江南七怪,大师父就是柯公公, 二师父叫做妙手书生朱葱。 献下我先教你朱二师祖的功夫。 说着,摊开书本,朗生读道。 子曰,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。 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悦乎。 原来那是一本论语。 杨过心中奇怪,不敢多问,只得跟着他诵读十字。 一连数日,黄荣只是教他读书,始终绝口不提武功。 这一日读罢了书,杨过独自到山上闲走,想起欧阳峰现下不知身在何处,思念甚阴,不禁倒转了身子, 学着他的样子旋转起来,转了一阵,依照欧阳峰所受口诀,逆行经脉,只觉欲转欲是顺你。 一个翻身跃起,孤得一声叫喊,双掌拍出,瞪觉遍体舒坦,快美无比,历时出了一声大喊。 他可不知,这一番功夫,内力已有进展。 欧阳峰的武功别创一格,实是厉害之极的上乘功夫。 杨过悟性奇高,虽然那日于匆匆之际所学甚少,但如此练去,内力也有所尽意。 自此之后,他每日跟黄荣诵读经书,早晨晚间有空自行到僻静山边练功,他倒不是想从此练成一身,惊人武艺,只是每练一次,全身总是说不出的舒适,到后来已是不练不快。 他暗自修炼,郭靖与黄荣毫无知晓。 黄荣教他读书,不到三个月已将一部论语教完。 杨过寄送急速,对书中精益却往往不以为然,不助提出疑难。 其实黄荣教他读书,也已早敢烦艳,只是常自想到,此人聪明才智似不在我下,如果他为人和他爹爹一般,再学了武功,将来为祸不小。 不如让他学文,习了圣贤之说,与己与人都有好处。 当下耐着性子教读,论语教完,跟着再教孟子。 几个月过去,黄荣始终不提武功,杨过也就不问。 自那日与郭福武士兄弟打架之后,再不跟他们三人在一起玩耍,独个儿越来越敢孤寂。 心知郭靖虽收他为徒,武功是绝技不肯传授的了,自己本就不是武士兄弟的对手,待郭靖教得他们一年半载,再有争斗,非死在他们手里不可。 心中打定了主意,一有机会,立即设法离岛。 这日下午,杨过跟黄荣夺了几段梦子,辞出书房,在海边闲步,望着大海中白浪滔滔,心想,不知何日方能拖此困境。 眼见海面上白鸥来去,好生亲献他们的来去自在。 正自神网,呼听桃树林外传来呼呼风响。 他好奇兴起,悄悄绕到树后张望,原来郭靖正在临终空地上,教武士兄弟拳脚,教的是一招擒拿手,脱梁换柱。 郭靖口中指点,手脚笔划,命武士兄弟跟着照学,杨过只看了一遍,早就领会到这一招的精益所在,但武士兄弟学来学去,始终不得要领。 郭靖本性鲁顿,身知其中甘苦,毫不厌烦,只是反复教导。 杨过暗暗叹气,心想,郭伯伯若肯教我,我岂能如他们这般蠢笨? 闷闷不乐,自回房中睡了。 晚饭后读了几遍书,但敢摆无聊赖,又到海滩旁边,学着郭靖所授的拳脚,始将开来,只是将一招反复始得几遍,便敢逆烦,心念一动。 我若去偷学功夫,保管比武士兄弟强得多,那也不用再怕他们来害我了。 一喜之后,跟着又想,郭伯伯既不肯教,我就何必偷学他的呢? 哼,这时他就是来求我去学,我也不学的了,最多给人打死了,好稀罕嘛。 想到此处,又是骄傲,又敢凄苦,以言静坐,竟在浪涛声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 次日清晨,杨过不去吃早饭,也不去书房读书,在海中捞了几只大豪,生火烧烤来吃,心想,不吃你郭家的饭,也饿不死我。 瞧着岸边的大船和小艇寻思。 那大船我开不动,小艇却又划不远,怎生逃走才好呢? 烦恼了半日,无计可施,便在一块巨岩之后倒转了身子,练起了欧阳风所受的内功来。 正练到血型加速,全身舒畅之际,突然间身后有人大声呼吓,杨过一惊之下,邓石摔倒,手足麻痹,再也爬不起来。 原来是郭福与武士兄弟三人事与此时到来。 这巨岩之后本来十分僻静,相无人质,但桃花岛上道路树木的布置皆按五行深刻之便。 郭福与武士兄弟不敢到处乱走,来来去去只在岛上道路熟实处玩耍,以致见到了他练功的形状。 幸好,杨过此时功力甚浅,否则给他们三人这么齐声吆喝,经脉错乱非当场瘫痪不可。 郭福拍手笑道,你在这里捣什么鬼? 杨过扶着岩石,慢慢支撑着站起,向他白了一眼,转身走开。 武修文叫道,喂,郭师妹问你呢,怎得你这般无理也不理睬。 杨过冷冷地道,你管得着吗? 武敦乳大怒,说道,咱们自管玩具,别去招惹疯狗。 杨过道,是啊,疯狗贱人就咬,人家好端端地在这里,三条疯狗却过来乱废乱叫。 武敦乳怒道,你说三条疯狗,你骂人? 杨过笑道,哼,我只骂狗,没骂人。 武敦乳怒不可遏,扑上去拔拳便打,杨过一闪避开。 武修文想起师父曾有告诫,师兄弟不可打架,这事闹了起来,只怕被师父责备,忙拉住兄长手臂,笑吟吟地对杨过道,杨大哥,你跟师娘学武艺,我们三个跟师父学,这几个月下来,也不知是谁长进得快了,咱们来过过招。 比划比划比划,你敢不敢? 杨过心下气苦,本想说,我没你们的运气,师娘可没教过我武功。 但一听到他说,你敢不敢自自,语气中充满了轻蔑之意,那句泄气的话,更是忍住了不说,只哼了一声,冷冷地斜腻着他。 武修文道,咱们师兄弟鄙视武功,不论谁赢谁输,都不可去跟师父师娘说,就是打破了头,也说是自己摔的。 谁打输了向大人投诉,那就是狗杂种,王八蛋。 杨大哥,你敢不敢? 他这你敢不敢自自第二次刚出口,眼前一黑,左眼上已重重着了杨过一拳。 武修文一个酿枪,险些摔倒。 武敦如怒道,你这般打冷拳,好不要脸。 施展郭靖所教的拳法,向杨过腰间打去。 杨过不时闪避,邓时重拳,眼见郭敦如右势飞脚踢来,脑海中灵光一闪。 想起昨天郭靖传授武士兄弟的招数,当即右腿微蹲,左手在武敦如踢来的右脚小腿上一拖。 这正是闹市侠隐全金发所善擒拿手法中的一招,脱梁换柱。 虽非极精深的武功,临敌之时却也颇切实用。 昨日郭靖反复叫两兄弟世袭,武士兄弟本已学会,但当真使将出来,却远不及杨过偷看片刻的灵活机巧。 武敦如被他这么一拖,邓时远远摔了出去。 武修文眼上重拳,本已大怒,但见兄长又遭摔跌,当即扑降上来,左拳虚晃,杨过向左臂让,却不知这是拳术中甚是浅劲的招数,先虚后实。 武修文跟着右拳时机,砰的一声,杨过右边拳骨上重重重了一拳。 武敦如爬起身来,上前夹击。 他两兄弟武功本有根底,杨过先前就以底底不过,再加上郭靖这几个月来的教导,他如何再是敌手? 撕打片刻,头脸腰背,已连中七八下拳脚。 杨过心下发了狠,就是给你们打死了,我也不逃。 发拳直上直下的乱捂乱打,全然不成章法。 武修文见他咬牙切齿的拼命,心下倒是怯了,反正以大战上风,不愿再斗。 叫道,你已经输了,我们饶了你,不用再打了。 杨过叫道,谁让你饶? 冲上去劈面猛击。 武修文身左臂隔开,右手抓住他胸口衣巾向前急拉,便在此时,武敦如双拳同时向杨过后腰直击下去。 杨过站立不稳,向前摔倒,武敦如双手按住他的头,问道,你服了没有? 杨过怒道,谁服你这疯狗? 武敦如大怒,将他脸孔向沙地上直按下去,叫道,你不服,就闷死了你。 杨过眼睛口鼻中全是沙力,更是无法呼吸,又过片刻,全身如玉爆点。 武敦如双手用力按住他头,武修文骑在他头颈之中,杨过始终挣扎不脱,智闷难当之极,这些日子来,锁炼欧阳风传授的魅力突然崩涌,只觉丹田中一股热气激身而上,不是如何,全身木然间精力充沛。 他猛跃而起,眼睛也不睁开,双掌便推了出去。 这一下郑重武修文的小腹,武修文哑得一声大叫,杨跌在地,当时晕了过去。 这掌力乃是欧阳风的绝技,蛤蟆功,威力顾不及欧阳风神功半成,杨过又不会运用,但他与危急之间自发而生的始将出来,武修文却已抵受不住了。 武敦如抢杨过去,只见兄弟一动也不动的躺着,双眼翻白,直到已经给杨过打死。 大害之下大叫,师父,师父,我弟弟死了! 连叫带哭,奔回去禀报郭靖,郭福心中害怕,也急不跟去。 杨过吐出嘴里沙土,抹去眼中沙子,只觉全身半点气力也无,便欲移动一步也是艰难无比。 眼见武修文躺着不动,又听得武敦如大叫,我弟弟死了! 心下一片茫然,不知道底出了什么事,明知事情大大不妙,却是无力逃走。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,只见郭靖黄荣飞步奔来,郭靖抱起武修文,在他胸腹之间推拿。 黄荣走到杨过身边,问道, 欧阳修呢,他在哪里? 杨过茫然不答。 黄荣又问,这蛤蟆弓,他什么时候教你的? 杨过似乎听见了,又似乎没有听见,双眼狮神落魄地望着前面,嘴巴紧紧闭住,生怕说了一个字出来。 黄荣见他不理,抓住他的双臂,连声说,快说,欧阳峰在哪里? 杨过始终一动不动。 过不多时,武修文在郭靖内力推拿下,醒了转来,接着柯正厄也随着郭福赶到。 柯正厄听郭福说了杨过倒转身子的形状,又听得他如何打死武修文,想到,这小子原来是欧阳峰的传人。 满腔仇愿,邓时都转到了他的身上。 听到黄荣连问,欧阳峰在哪里? 而杨过全部理睬。 当即走上前去高举铁杖,立声喝道,欧阳峰这奸贼在哪里? 你不说,一仗就打死了你。 杨过此时已豁出了性命不要,大声道,他不是奸贼,他是好人。 你打死我好了,我一句话也不说。 柯正厄大怒,挥杖怒劈。 郭靖大叫,大师父,别。 只听啪的一声,铁杖从阳过身侧插过,积入沙滩。 原来柯正厄心想,打死这小小孩儿童毕竟不妥,铁杖击出时,准头掠偏。 柯正厄立声道,你一定不说。 杨过大声道,你有种就打死我,我怕你这老瞎子吗? 郭靖纵身上前,重重打了他个耳光,喝道,你胆敢对师祖爷爷无礼。 杨过也不哭泣,只冷冷地道,你们也不用动手,要我性命,我自个儿死好了,反身便向大海奔去。 郭靖喝道,过儿回来! 杨过奔得更加急了。 郭靖正欲上前拉他,黄荣低声道,且慢。 郭靖当即停步,只见杨过直奔入海,冲进浪涛之中。 郭靖惊道,他不识水性,荣儿,咱们快救他。 又要入海去救。 黄荣道,死不了,不用着急。 过了一会儿,见杨过就不回来,心下也不禁佩服他的傲气,当即纵身入海游了出去。 他精属水性,在浸暗海中救一个人自是示弱等闲,潜入水底,将杨过拖了回来,将他搁在岩石之上,任由他吐出长中海水,自行慢慢行转。 郭靖瞧瞧师傅,又瞧瞧妻子,问道,怎么办? 黄荣道,他这功夫是来桃花岛之前学的,欧阳风若是来到岛上,咱们绝不能不知。 郭靖点了点头,黄荣问道,小五的伤怎么样? 郭靖道,只怕要僵养一两个月。 柯震恶道。 明儿我回家兴去。 郭靖与黄荣对望了一眼,自都明白他的意思,他绝不愿和欧阳风的传人同处一地。 黄荣道,大师傅,这儿是您的家,您何必让这小子? 当天晚上,郭靖把杨过叫进房来,说道, 过儿,过去的事儿,大家也不提了,你对师祖爷爷无礼。 不能带在我的门下,以后你只叫我郭伯伯便是。 你郭伯伯不善教诲,只怕反耽误了你。 过几天,我送你去中南山崇阳宫,求全真教长春子秋真人收你入门。 全真派武功是武学正宗,你好好在崇阳宫中用功,修心养性,怕你日后做个正人君子。 杨过应了一声,是,郭伯伯,当即改了称呼,不再任郭靖做师傅了。 郭靖这日一清早起来,代背引两行李,与大师傅妻子女儿五十兄弟别过,带着杨过乘船到浙江海边上岸。 郭靖买了两匹马,与杨过小行夜宿,一路向北,杨过从未骑过马,但他内功略有根底,席练数日,以空佩自如。 他少年好事,常常持在郭靖之前。 不一日,两人渡过黄河,来到陕西。 此时大经国已为蒙古所灭,黄河以北,尽为蒙古人天下。 郭靖少年时曾在蒙古军中做过大将,只怕遇到蒙古旧部招惹麻烦,将两马换了两匹极瘦极丑的驢子,身上穿了破旧衣衫,打扮得就和乡下装甲汉相似。 杨过也穿上粗布大褂,头上缠了一块青布包头,跨在兽驴之上。 这驴子脾气气坏,走得又慢,杨过在道上,整日就是与他怄气。 这一天,到了樊川,已是中南山的所在。 汉初开国大将樊快,曾实意于此,婴儿得名。 沿途港鸾回绕,松柏森印,水田疏谱连绵其间,婉然有江南景色。 杨过自离桃花岛后,心中气恼,绝口不提岛上之事。 这时忍不住道,郭伯伯,这地方倒有点像咱们桃花岛。 郭靖听他说,咱们桃花岛五字,不禁五然有感。 道 郭伯伯,此去中南山不远,你在权真教下好好学艺,数年之后,我再来接你回桃花岛。 杨过头一撇,道 我这一辈子永远不回桃花岛了。 郭靖不易,他小小年纪,竟说出这等决绝的话来,心中一争,一时无言可对。 隔了半晌才道,你生郭伯伯的气吗? 杨过道,侄儿哪里敢? 只是侄儿惹郭伯伯生气罢了。 郭靖捉于言辞,不再接口。 两人一路上岗,中午时分到了港顶的一座庙宇,郭靖见庙门横额写着普光寺三个大字,当下将驴子拴在庙外松树上,进庙讨斋饭吃。 庙中有七八名僧人,见郭靖打扮笔谱,神色间即是冷淡,拿两份素面七八个馒头给二人吃。 郭靖与杨过坐在松下石凳上吃面,一转头,呼见松后有一块石碑,长草遮掩,露出长春二字。 郭靖心中一动,走过去拂草看时,背上刻的却是长春子丘乳鸡的一首诗。 诗云天苍苍苍西临下土,胡为不救万灵苦,万灵日夜香灵池,隐气吞声,死无语。 仰天大叫天不应,一物细索,网牢行,安得大千赴混沌,免叫造物,生精灵。 郭靖见了此诗,想起十余年前,蒙古大漠中种种情事,辅着石碑呆呆不语,待想起秋楚姬相见在即,心中幼子欣喜。 杨过道 郭伯伯,这碑上写着些什么? 郭靖道 那是你秋祖诗做的诗。 他老人家见世人多灾多难,感到十分难过。 当下将诗中含义解释了一遍,道 丘真人武功固然卓绝,这一番爱护万民的心肠更是叫人钦佩。 你父亲是秋祖诗当年得意的弟子,秋祖诗瞧在你父面上,定会好好待你,你用心学艺,将来必有大成。 杨过道 郭伯伯 嗯,我想问你一件事。 郭靖道 什么事? 杨过说道 我爹爹是怎么死的? 郭靖脸上变色,想起嘉兴铁枪妙中之事,身子微颤,黯然不语。 杨过道 是谁害死她的? 郭靖仍是不答 杨过想起母亲每当自己问起父亲的死因,总是神色特异,必不作答,又觉郭靖虽然代己甚是亲后,黄荣却颇有书记之意。 他年纪虽小,却也觉得其中必有隐情,这时忍不住大声道,我爹爹,是你跟郭伯母害死的,是不是? 郭靖大怒,顺手在石碑上重重拍落,力声道,谁叫你这般胡说? 他此时恭敬何等厉害,盛怒之下这么一击,只拍个石碑不住摇晃。 杨过见他动怒,忙低头道,知而知错了,以后不敢胡说,胡伯伯别生气。 郭靖对他本甚爱怜,听他认错,气就消了,正要安慰他几句,忽听身后有人疑的一声,语气似乎甚是惊诧。 回过头来,只见两个中年道士站在山门口,宁目注视,脸上大有愤色,自己试裁在背上这一击,定是叫他二人瞧在眼里了。 两个道士对望了一眼,便急出四,郭靖见二人步履清洁,显然身有功夫,心想,此去离中南山不远,这二道多半是重阳宫中人物。 两人都是四十上下年纪,或是全真妻子的弟子。 他自在桃花岛隐居后,不与马玉等互通消息,是与全真门下弟子都不相识,只知全真教进来好生兴旺,马玉、秋楚姬、王楚一等均收了不少家弟子。 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响,平素行侠仗义,俯威解困,做下了无数好事,江湖上不论是否武学之事,凡是听到全真教的名头,都是十分尊重。 他想,自己要上山拜见秋真人,正好与那二道同行。 当下足底加劲儿,抢出山门,只见那两个道士已快步奔在十余帐外,却不住回头观看。 郭靖叫道,二位道兄且住,在下有话请问。 他嗓门红亮,一声呼出,远近接闻,那二道却不停步,反而走得更加快了。 郭靖心想,难道这二人是笼子? 足下威使尽力,几个喜乐已绕过二人身旁,抢在前头,转身说道,二位道兄请了,说着畅诺行礼。 两个道人见他身法如此迅捷,脸现惊慌之色,见他躬身行礼,直到他要运内境暗算,急忙分向左右闪地。 齐声问道,你干什么? 郭靖道,二位可是中南山崇阳宫的道兄吗? 那身材瘦销道人沉着脸道,事便怎地。 郭靖道,在下是长春真人,秋道长雇人,意欲上山拜见,相反直隐。 另一个无短身材的道人冷笑道,哼哼,你有种自个儿上去,让路吧。 说着,突然横掌挥出,出掌竟然甚是快捷,郭靖只得向右让过,不料另一个兽道人与那矮道人武术上列的思思入寇分进合击,跟着一掌自右向左,将郭靖拦在中间。 这两招叫做大关门式,原是全真派功夫的高明招数。 郭靖如何不识? 他见二道不问情犹,一上来就使伤人重手,不禁恶然,不知他们有何误会,当下化解不开。 一不闪避,只听啵啵两声,二道双掌都激在他的泪下。 郭靖中了这两掌,已知对方武功深险,心想,以二人功力而论,却是全真妻子的弟子,与自己算是同辈。 他在二道手掌激道之时,早已鼓尽抵御,只是内力运用得恰到好处,自己既不丝毫受损,却也不将掌力反击出去,令二人手掌疼痛肿胀,只是平平常常瘦了,恍若无事。 二道苦练了十余年的绝招,打在对方身上,竟然如众败絮,全部受力,心中惊骇无比,当下齐声呼啸,同时跃起,四足齐飞,猛向郭靖胸口踢倒。 郭靖暗暗奇怪,全真弟子都是有道之士,待人亲切,等地门下弟子去这般毫没来由的便对人拳脚相加。 眼见二人使出鸳鸯连环腿的脚法,仍是不动声色,为家理会,但听得啪啪啪啵啵啵啵树声响过,他胸口多了几个灰扑扑的脚印。 二道美人均是连踢六脚,足间犹如踢在沙包之上,软软得极是舒服,但见对方神定气弦,浑若无事,这一下惊诧更比势才厉害了几倍,心想。 这贼子如此了得,就是我们师父师伯,却也没有这等功夫。 斜眼细看郭靖时,见他浓眉大眼,神情朴实,一身粗补衣服,就如寻常的庄稼汉子一般,时无半点异样之处,不禁待在当地,作声不得。 杨过见二道对郭靖又打又踢,郭靖却不还手,不羁生气,走上鹤岛。 你这两个臭道士,干嘛打我伯伯? 郭靖连忙喝止,道,郭儿,快住口,过来拜见两位道长。 杨过一睁,心想,郭伯伯好没来由,何必畏惧他们? 两个道士对望一眼,刷刷两声,从腰间抽出长剑。 矮道士一招探海屠龙,刺向郭靖下盘,另一个使招刚封扫夜,却向杨过右腿急削。 郭靖对刺向自己这剑全没在意,但竟受到人那招出手狠辣,不由得啄挠。 这孩子跟你无怨无仇,何以下此毒手? 这一剑岂非要将他右腿削断? 当下身子微侧,左手掌元割上矮人剑柄,顺手推舟。 轻轻向左推开,矮道人不由自主的剑刃倒转,汤的一声,与受到人长剑相交,架开了他那一招。 郭靖这一手以敌攻敌之计,源自空手入白刃功夫中变化出来。 莫说敌手只有两人,纵有十人八人同时攻上,他也能以敌人之刃攻敌人之剑,以敌人之枪挑敌人之鞭,借敌打敌,以寡胜众。 两道军感手腕酸麻,虎口隐隐生痛,立即斜跃转身,向郭靖怒目而逝,心下又是惊骇又是佩服,当下齐声低笑,双剑又上。 郭靖心想,你们这是初练天罡北斗阵的根基功夫,虽是上乘剑法,但你们只有二人,剑术又没练得道家,有何用处? 声恐杨过被二人剑锋扫倒,侧身避开双剑,伸右手抱起杨过,叫道,在下是丘真人雇人,两位不必相细。 那受到人道,你冒充马真人的雇人也没用。 郭靖道,马真人却也曾传授过在下功夫。 矮道人怒道,贼子胡说八道,却来消遣人,只怕我们崇阳祖师也曾传授过你武功,挺剑向他当兄赐来。 郭靖眼见二道明明是全真门下,何以把自己当敌人看待,时是猜想不透。 他和全真妻子情义非比寻常,又想杨过要去崇阳宫学艺,不能得罪了宫中道士,事已一味闪避,并不还手。 二道又惊又怕,早知对方武功远在己上,难以刺中。 两人打个手势,忽然剑法变幻,刷刷刷刷数剑,都往杨过前胸后背刺去,每一剑都是致人死命的狠辣招数。 郭靖见这些不留丝毫余地的剑法,都是向一个小孩身上招呼,此时也不由得不怒。 但见矮道人一剑来得猛恶,右手竖得伸出,时钟二指张开,平家剑刃,手腕向内略转,右肘撞向对方鼻梁。 矮道士用力回抽,没抽动长剑,却见他手肘已然撞到,知道只要给撞中了面门,非死也受重伤,只得撤剑后跃。 此时,郭靖的武功真所谓随心所欲,不论举手抬足,无不恰到好处,他右手双指微微一沉,那剑倒数立起,剑柄向上反弹,那兽道人正挺剑刺向阳过头颈,剑锋被那剑柄一撞,撑的一声,右臂发热,全身巨震,也只得松手放剑,向旁跳开。 两人齐声说道,银贼厉害,走吧,说着转身急奔。 郭靖一生被人骂过不少,但不是傻小子便是笨蛋,也有人骂他臭贼,贼撕鸟的。 银贼二字的恶名却是破天荒第一次给人夹在头上,当下也不放下阳过,抱着他急不追赶,奔到二道身后,右足一点,身子已从二道头顶飞过,足一落地,立刻转身喝道。 你们骂我什么? 矮道人心下吃惊,嘴头仍硬,说道,你若不是妄想娶那姓龙的女子,到钟南山来干什么? 他此言出口,生怕郭靖上前动手,不自禁地倒退了三步。 郭靖一呆,心想,我妄想娶那姓龙的女子,那姓龙的女子是谁,我为什么要娶她? 我早有了戎儿,怎么还会娶旁人? 一时摸不着半点头脑,正在当地。 二道见他发呆,心想良机莫失,互相使个眼色,急不抢过他身边,上山奔去。 杨过见郭靖出神,轻轻睁下地来,说道,郭伯伯,两个臭道士走了。 郭靖如梦初醒,嗡了一声,道,他们说我要娶那姓龙的女子。 他是谁啊? 杨过道,侄儿也不知道,这两人不分青红皂白,一上来就动手,定是认错了人。 郭靖哑然失笑道,必是如此,怎么我会想不到,咱们上山吧。 杨过将二道仪下的两顶长剑提在手中,郭靖一看剑柄,上面赫然刻着重阳宫三个子。 二人一路上山,行了一个多时辰,以至金莲阁,再上去道路险峻,孽乱石,冒悬崖崖,曲曲而上。 过日月炎时,天见昏暗,到得豹子炎时,心悦已从天边出现。 那豹子炎生得甚是奇怪,就如一个妇人抱着个孩子一般。 两人歇了片刻,郭靖道,郭儿,你累了? 杨过摇头道,不累。 郭靖道,好,咱们再上。 又走了一阵,只见迎面一块大岩石当道,形状阴森可步,自空平临,晚似一个老玉弯腰俯视。 杨过心中正有些害怕,忽听言后数声呼啸,跃出四个道士,各执常见,拦在当路,莫不作声。 郭靖上前唱诺行礼,说道,在下桃花岛郭靖,上山拜见邱真人。 一个长身道士踏上一步,冷笑道,哼哼,郭大侠名闻天下,是桃花岛黄老前辈令训,岂能如你这般无耻,快快下山去吧。 郭靖心道,我什么是无耻了? 当下沉住气道,在下却是郭靖,请各位引荐秋真人便见分晓。 那长身道士贺道,你到中南山上,士强成能,是当真活得不耐烦了,不给你些厉害,你还到重阳宫竟是无能之辈。 说话中,竟是将士才矮兽二道也刺了一下,羽生俯辟,长剑晃动,踏其门,走偏锋,一招风花浮柳,刺向郭靖要挟。 郭靖暗暗奇怪, 怎地我十余年不闯江湖,世上的规矩全都变了,当下侧身让开,但要说话,另外三名道士各挺长剑,将他与杨过二人围在核心。 郭靖道,四位要带怎地才信在下,确是郭靖。 那长身道士贺道,除非你将我手中之剑夺了下来。 说着,又是一剑,这一剑竟是当凶直刺。 自来剑走清零,讲究偏锋侧劲,不能如是单刀那般硬砍猛劈,他这一剑却是全眉将郭靖放在眼里,招数中显得极实轻条。 郭靖微微有气,心道,夺你之剑,又有何难? 眼见剑尖刺道,伸食指扣在拇指之下,对准剑尖弹出嗡的一声,那道士把捏不定,长剑直飞上半空。 郭靖不等那剑落下,嗔嗔嗔连弹三下,嗡嗡嗡联响三声,三柄长剑跟着飞起,剑刃在月光映照下闪闪生辉。 杨过大声喝彩叫道,你们信不信了? 郭靖平时出手,总为对方留下余地,这是气恼着长身道人,剑招无礼,才使出了弹指神通的妙计。 这门功夫是黄药师的绝学,郭靖在岛上住了几年,以尽得骑传,他内力深厚,使将出来自是非同小可。 自明道士长剑脱手,却还不明白对方使的是何手段。 那长身道士叫道,这银贼会写法,走吧。 说着,月相老预言后,在乱世中急奔而去。 其余三道跟随在后,此刻间均已隐没在黑暗之中。 郭靖第一次给人骂银贼,这一次又被骂使妖法,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,说道,过儿,将几柄剑好好放在路边石上。 杨过道,是。 一言十起四剑,与手中原来二剑并列在一块青石之上,心中对郭靖的武功佩服得五体投地,口边滚来滚去的只想说一句话,郭伯伯,我不跟臭道士学武艺,我要跟你学。 但想起桃花岛上诸般情势,终于将那句话咽在肚里。 二人转了两个弯,前面地势微简开矿,但听得兵刃蒸蒸相机为号,松林中跃出七名道士,也是各持长剑。 郭靖见七人扑出来的阵势,左边四人,右边三人,正是摆得天罡北斗阵阵法,心中一礼。 与此阵相斗,倒有些难缠,当下不敢拖大,低声嘱咐杨过,你到后面大石旁边等我,走得远些,以免我照顾你分心。 杨过点点头,不愿在重道士之前示弱,解开裤子,大声道,郭伯伯,我去拉尿。 说着,转身而奔,到后面大石旁撒尿。 郭靖暗喜,这孩子聪明伶俐,直追荣耳。 但愿他走上正路,一生学好。 回头瞧七个道人时,那七人背向月光,面目不胜看得清楚。 但见前面六人,河下都有一同长须,年纪均已不轻。 第七人身材细小,似乎年岁较轻,心念一动。 极早上山拜见秋真人,说明误会要紧,何必跟这些人瞎缠? 身形一晃,已抢到左侧,北极腥味。 那七个道人见他一语不发,突然远远奔向左侧,还未明白他的用意,那位当天权的道人低笑一声,带动六道向左转将上来,要郭靖围在中间。 哪知七人刚一移动,郭靖置敌击先,向右踏了两步,仍是站稳北极腥味。 天权道人本拟由斗饼三人发动策弓,但见郭靖所处方位古怪,三人常见都攻他不到,反而七人都是门户洞开,互相不能连防,每人都抱于他攻势之下,当下左手一挥,带动阵势后转。 岂知遥光道人刚移动脚步,郭靖走前两步,又已站稳北极腥味,带得北斗阵法不妥,七人仍是处于难攻难守的尴尬形势。 那天杭北斗阵是全真教中的极上乘的功夫,练到炉火纯青之时,七名高手何使,时可说无敌于天下。 只是郭靖深知这阵法的奥秘,只消占到了北极腥味,便能以主驱奴,致得北斗阵副手副脚,施展不得自由。 也因那七道炼者阵法未真经熟,若是由马玉、邱楚姬等主持阵法,绝不容敌人轻轻意意的就站到了北极腥味。 此时八人连变几次方位,郭靖稳持先手,可是始终不动身色,只是气定神贤的站住了枢纽要位。 为当天书的道人年长多志,已瞧出不妥,教导,便震。 七道疏得散开,左冲右突,东西狂奔,料想这番捣乱阵法,便能迷惑敌人目光。 突然之间,七道又已组成阵势,只是斗饼斗魁,护翼其位。 阵势也已从正西转到了东南。 阵势一城,天旋欲横二道挺剑上冲,猛剑敌人站在斗饼正北,两足不叮不拔,双掌相挫,脸上微露笑容。 二道猛得惊绝,我二人若是冲上,开阳天旋二位,非受重伤不可。 只一呆间,天书道义大声叫道,功不得,快退下! 天拳道又惊又怒,大声呼哨,带动六道连连变阵。 阳阔不明其理,但见七个道人如发疯般的环绕狂奔,郭靖却只是或东或西,或南或北的移动几步,七道始终不敢向郭靖发出一招办事。 他欲看欲举有趣,忽见郭靖双掌一拍叫道,得罪,突然向左急冲两步。 此时北斗任意全在他控制之下,他向左急冲,七道若是不跟着向左,人人厚心暴露,无可防御,那是武学中凶险万分之势。 当下只得跟着向左,这么一来,七道已陷入不能自拔之境,郭靖快跑,则七道跟着快跑,他缓步,则七道跟着缓步。 那年轻倒是内力最浅,被郭靖带着急转十多个圈子,已敢头脑发晕,呼吸不畅,转眼就要摔倒。 只是心知北斗镇倘若少了一人,全镇历时溃灭,只得咬紧牙关,勉力撑着。 郭靖年纪已然不轻,但自习黄荣归隐桃花岛之后,甚少与外界交往,不脱往日少年人性子,见七道奔得有趣,不由得童心大起,心想, 其实无缘无故地受你们一顿臭嘛,不是叫我淫贼,便是咒我会使妖法,若不真的献下妖法给你们瞧瞧,岂非网字受辱。 当下高声叫道,过儿,瞧我使妖法了! 忽然纵身跃上了高岩,那七个道士此时全在他控制之下,他既跃上高岩,若不跟着上岩,北斗镇若点全然显露,有数人尚字迟疑,那天拳道气急败坏的大声发令,抢着将权镇带上高岩。 七道立足未定,郭靖又是纵身窜上一株松树,他虽与众道相离,但不远不近,仍是站定了北极星位。 只是居高临下,弓辖底西更是方便,七道暗暗叫苦,都想,不知从何处钻出这个大魔头来,我全真叫今日当真是颜面扫地了。 心中这般寻思,脚下去半点停留不得,各找树干上立足之处,跃了上去。 郭靖笑道,下来吧,纵身下树,伸手向魏战开阳的道士足上抓去,那北斗镇法最厉害之处,乃是左右呼应,互为元傲。 郭靖即攻开阳,遥光与玉衡就不得不月落树下相助,而这二道一下来,天书天玄二道又须跟下,顷刻之间,全阵进阶千栋。 杨过在一旁,瞧得心窑神池,惊喜不已,心道,将来若有一日,我能学得郭伯伯的本质,纵然一世受苦,也是心甘。 但转念想到,哎,我这是哪里还能学到他的本事,只郭伯那丫头与武士兄弟才有这等福气,郭伯伯明知全真武术远不及他,却送我来跟这些臭道士学艺。 越想越是烦恼,几乎要哭将出来,当即转过了头,不去瞧他斗七道为戏,只是他小孩心性如何忍耐得了,只转头片刻,禁不住回头观战。 郭静心想,到了此刻,你们总该相信我是郭静了,做事不可太过,须防秋真人脸色不好看。 见七道转的正极,突然站定,拱手说道,七位道兄,在下多有得罪,请引路吧。 那天拳道性子暴躁,见对方武功高强,精通北斗阵法,更认定他对本教不怀好意,朗声喝道,银贼,你处心积虑地钻研本教阵法,用心当真阴毒,你们要在钟南山干这等无耻勾当,我全真教极恶如仇,绝不能做事不理。 郭静愕然问道,什么无耻勾当? 天书道说道, 瞧你这身功夫,该非自甘下流之辈,贫道好意相劝,你快快下山去吧。 语气之中,显得对郭静的武功甚是钦佩。 郭静道, 在下自南方千里北来,有事拜见秋真人,怎能不见他老人家一面就此下山? 天拳道问道, 你定要见秋真人,到底是何用意? 郭静道, 在下自幼寿马真人,秋真人大恩,十余年不见,心中好生记挂,此番前来另行有事相求。 天拳道一听之下,敌意更增,脸上便似照上一阵乌云,原来江湖上于恩仇二字看得最重,有时结下了身仇,说道前来报恩,其实乃是报仇。 比如说道,在下二十年前,城阁下砍下了一条臂网,此恩此德,岂敢一日或望,今日特来仇达大恩。 而所谓有事相求,往往也不怀好意。 比如强人结标,通常便说,兄弟们短了衣室,相求老兄帮忙,借几万两银子试试。 此时全真教大敌当前,那天拳道有了成见,郭静好好的一番言语,他都当作繁语。 冷冷的道, 只怕碧师欲扬真人,也于阁下有恩。 郭静听了此言,邓时想起少年时在赵王府之事,玉阳子王楚衣不顾危险,力敌群邪,舍命相救,实是恩德非浅。 说道,原来道兄是玉阳真人门下,王真人确于在下有莫大恩惠,若是也在山上,当真再好不过。 这七名道人都是王楚衣的弟子。 忽而齐声怒吓,个挺常见,七眉剑轻光闪动,急向郭静身上七处刺来。 郭静皱起眉头,心想,自己越是千功,对方越是凶狠,真不知是何来由。 可惜黄荣没有同来,否则他一眼之间便可明白其中原因。 当下携身侧近,站住北极星位,朗声说道, 带下江南郭静,来到宝山十五歹义,各位须得如何,方能见信。 天玄道说道,你已连夺全真教弟子六剑,何不再夺我们七剑? 那天玄道一直默不作声,突然拉开破罗般的嗓子说道, 狗音贼,你要在那龙家女子跟前卖好逞能,难道我全真教真是好惹的吗? 郭静怒道,什么姓龙的姑娘,我郭静素不相识。 天玄道哈哈一笑,道,你自然跟他素不相识,天下又有哪一个男子跟他相识了,你若有种,就高声骂他一句小贱人。 郭静一争,心想,那姓龙的女子不知是何等样子,自己怎能无缘无故的出口伤人,便道,我骂他作甚。 单四个道人齐声说道,你这可不是不打自招吗? 郭静平白无故的给他们应安上一个罪名,越听越是糊涂,心想,只有硬闯崇阳宫,见了马玉,秋楚姬,王楚一他们,一切自有分晓。 当下冷然道,在下要上山了,各位若是阻拦,莫怪无礼。 七道各挺长剑同时踏上两步,天玄道大声道,你莫使妖法,咱们只凭武功上剑高低。 郭静一笑,心中已有主意,说道,我偏要使点妖法,你们瞧着,我双手不碰你们兵刃,却能将你们七柄长剑尽数夺下了。 七道相互望了一眼,脸上均有不信之色,心中都道,你武功虽强,难道不用双手当真能夺下我们兵刃? 你空手入白阵功夫就算练到了顶尖,也得有一双手呀。 天书道呼道,好啊,我们领教阁下的踢腿神功。 郭静道,我也不需用脚,总而言之,你们的兵刃手脚我不碰到半点儿,若是碰着了,就算我输,再下历时拍手回头,再也不上宝山了。 七道听他出口大言,人人着脑,那天拳道长剑一挥,立时带动阵法围了上去。 郭静斜身急冲,占了北极星位,随即快步转向北斗阵左侧,天拳道实得厉害,急忙带阵转至右方,凡两人相斗,必是面向敌人,倘若敌人绕到背后,自非立即转身迎敌不可。 此时郭静所趋之处,正是北斗阵的背心要害,不需出手攻击,七名道人已不得不带动阵法,以便正面和他相对。 但郭静一路向左,竟不回身,只是或快或慢,或正或斜,始终向左奔跑。 他既稳稳站住北极星位,七道不得不跟着向左。 郭静越奔越快,到后来直是直欲奔马,身形一晃,便已奔出树掌。 七道的功夫倒也大非寻常,虽处逆境,阵法竟是丝毫不乱。 天疏天玄,天机天拳,玉衡开阳遥光七个部位,都是守得既稳且准,只是身不由主地跟着他急奔。 郭静也不由得暗暗喝彩,全征门下之事果然不凡,当下提一口气,奔得游子足不点地一般。 七道初时尚可勉力跟随,但时候异常,个人轻身功夫分出了高下,未当天拳、天疏、玉衡的三道功夫较高,奔得较快。 愚人渐渐落后,北斗阵中渐险空隙,个人不经暗惊,心想,敌人如在此时出手攻阵,只怕我们已防御不了。 但世道临头,也已顾不得旁的,只有各拼平生内力,绕着郭静打转。 世上孩童玩耍,以绳子附石,绕圈挥舞,挥得及时突然松手,石子便带绳远远飞出。 此时天纲北斗阵,绕圈急转,情形异附相似,七道绕着郭静狂奔,手中长剑举在头顶,个人奔得越快,长剑越是把捏不定,就似有一股大力向外拉扯,要将手上长剑夺出一般。 突然之间,郭静大喝一声,撒手,向左飞身急窜,七道出其不意,只得跟着急越,也不知怎的七顶长剑一起脱手飞出,有如七条银蛇直射入石鱼帐外的松林之中。 郭静猛地停步,笑吟吟地回过头来。 七个道人面如死灰,呆立不动,但美人仍是各手方位,正式严整。 郭静见他们经此一番狂奔乱跑,居然阵法不乱,足见平时洗脸的功夫实在不小。 那天拳道有气没力的低声呼哨,七人退入山崖之后。 郭静道。 郭静,咱们上山。 哪知他连叫两声,杨过并不答应。 他四下了一找,杨过影踪不见,但见树从后,移着他一只小鞋。 郭静吃了一惊,原来除了这七道之外,另有道人窥视在旁,将他掳了去。 但想,群道只是认错了人,对己有所误会。 权真教行侠仗义,绝不至难为一个孩子,事已道也并不着慌。 当下一提气,向山上急奔。 他在桃花岛隐居十余年,虽然每日练功,但长久未与人对敌过招,有时也不免有寂寞之感。 今日与众道人激斗一场,每一招都是得心应手,不由得暗觉满意。 此时山道更为崎岖,有时峭壁之间必须侧身而过,行不到半个时辰乌云掩月,山间忽然昏暗。 郭静心道,此处地势不熟,那些道兄们莫要使其诡计,倒不可不防。 于是放慢脚步,缓缓而行。 又走一阵,云开月线,满山皆明,心中正字一唱,忽听得山后隐隐传出大群人众的呼吸。 气息之声虽微,但人数多了,郭静几字绝的。 他紧一紧腰带,转过山道。 眼前是个极大的圆坪,四周群山环抱,山脚下有座大池,水波映月,荧光闪闪闪,池前疏疏落落的站着百来个道人,都是皇冠灰袍,手持长剑,剑光闪烁耀眼。 郭静定精细看,原来群道每七人一族,布成了十四个天罡北斗镇,每七个北斗镇又布成一个大北斗镇,自天书以至遥光,声势时势非同小可。 两个大北斗镇一阵一击,相声相克,互为几一脚。 郭静暗暗心惊,这北斗镇法从未听丘真人说起过,想必是这几年中新钻研出来的。 笔之崇阳祖师所传,可又深了一层,当下缓步上前,只听得镇中一人搓嘴呼哨。 九十八名道士疏得散开,或前或后阵法变幻,已将郭静围在中间,个人常见之地,凝目瞧着郭静,默不作声。 郭静拱着手团团一转,说道。 在下诚心上宝山来拜见马真人,秋真人,王真人,各位道长,请众位道兄,勿于阻拦。 镇中一个长须道人说道,阁下武功了得,何苦不自爱如此,竟与妖人为伍,贫道良言奉劝,自来女色勿人,阁下数十年寒暑之功,莫叫废鱼一旦。 我全真教跟阁下素不相识,并无过节,阁下何苦助纣为虐,随同众妖人上山捣乱,便请立时下山,日后尚有相见地步。 他说话声音低沉,但一字一句清清楚楚,显见内力深厚,语意恳切倒是诚意劝告。 郭静又好气又是好笑,心想,这些道人不知将我当作何人? 若是荣儿在我身判,就不致有此误会了。 当下说道,什么妖人女色,在下一概不知,荣在下与马真人、丘真人等相见,一切辩见分晓。 长须道人领然道,你执迷不悟,定要向马真人、丘真人领教,须得先破了我们的北斗大阵。 郭静道,在下屈屈一人,武功低微,岂敢与跪教的决意相敌,请各位放缓在下携来的孩儿,影见跪教掌教真人和丘真人。 长须道人高声喝道,你装腔作势,出言相细,中南山上崇阳宫前,岂容你这银贼撒野? 说着,长剑在空中一挥,剑刃披风,声音嗡嗡然,长久不绝。 众道是各挥长剑,九十八柄剑刃,披荡往来,邓时激起一阵疾风,剑光组成了一片光网。 郭静暗暗发愁,他两个大阵,激正相反,我一个人如何占他的北极星位? 今日之事,当真棘手之极了。 他心下记忆未定,两个北斗大阵的七十八名道人,以左右合围,剑光交织,真是一只苍蝇也难钻过。 长须道人教导,快量兵刃吧,全真教不伤赤手空拳之人。 郭静心想,这北斗大阵自然难破,但说要能伤我,却也未必。 此阵人数众多,围力虽大,但个人功力高低参差,必有破绽,且瞧一瞧他们的阵法再说。 突然间,低溜溜一个转身,奔向西北方位,伸出降龙十八掌中一招乾隆勿用,手掌一伸一缩,猛的斜推出去。 七名年轻道人剑交左手,各自相连,骑出右掌,以七人之力挡了他这一招。 郭静这路掌法,已练到了出神入化之境,前推之力固然极强,更厉害的还在后招的那一缩。 七名道士奋力挡住了他的猛力一推,不料历时便有一股大力向前牵引。 七人立足不定,身不由主的一起府地摔倒,虽然历时跃起,但个个尘土满脸,无不大事羞愧。 长旭道人剑他出手厉害,一招之间就将七名师职摔倒,不由得心惊无疑,长笑一声,带动十四个北斗阵重重叠叠的连在一起。 料想敌人纵然掌力再强十倍,也绝难双手推动九十八人。 郭静想起荡日君山大战,与黄荣立战丐帮,对手武功虽均不强,但一丁联手却是难以抵敌。 当下不敢与众道强攻应战,只展开轻身功夫,在阵中钻来窜去,找寻空隙。 他东奔西越,引动阵法生变,只一盏茶十分,以致单凭一己之力,要破此阵时势难上加难。 一来,他不愿下重手伤人,二来,阵法严谨无比,竟似没半点破绽,三来,他心思迟钝,阵法变幻却快,纵有破绽,一时之间也看不出来。 荣荣月色之下,但见见光似水,人影如潮,此去比来,更无几时。 再斗片刻,眼见阵势渐渐收紧,从空隙之间奔行闪避越来越是不易,寻思,我不如闯出阵去,进入重阳宫,去拜见马道长,邱道长。 抬头四望,只见西边山侧有二三十栋房舍,有几座构筑红尾,料想重阳宫避在其间。 当下向东急驱,几下纵阅以折向西行。 众道见他身法突然加快,一条灰影在阵中有如行驰电掣,几乎看不清他的所在,不禁头晕目悬,宫市瞪时呆滞。 长熏道人叫道,大家小心了,莫要中了银贼的诡计。 郭靖大怒,心想,说来说去,总是叫我银贼,这名声传到江湖之上,我今后如何做人? 又想,这阵法由他主持,只要打倒此人,就可设法破阵。 双掌一分,直向那长熏道人奔去。 哪知这阵法的奥妙之一,就是引敌攻击主帅,各小镇趁机东包西抄,南围北击,敌人便是落入了陷阱。 郭靖只奔出七八步,力感情势不妙,身后压力俱增。 两侧也是翻翻滚滚的攻了上来,他带要转向右侧,正面两个小镇十四顶长剑同时刺到,这十四剑方位时刻拿捏的无不恰到好处,竟叫他闪无可闪,避无可避。 郭靖身后险境,心下并不畏惧,却是怒气渐胜。 心想,你们纵然误认我是什么妖人淫贼,出家人慈悲为怀,怎么招招下的都是杀手,难道非要了我的幸运不可? 又说什么全真教不伤赤手空拳之人? 书得斜身篡跃,右脚飞出,左手前探,将一名小道人踢了个惊斗,同时将他长剑夺了过来,眼见右腰,七剑齐道,他左手挥了出去,八剑相交,咔哒一声。 七柄剑每一剑都是从中断为两劫,他手中长剑却是完好无恙。 他所夺长剑,本也与别剑无异,并非特别锐利的宝剑,只是他内劲运上了剑锋,使对手七剑一齐阵断。 那七个道人经得脸如土色,只一待间,旁边两个北斗镇立时转上,挺剑相护。 郭靖剑这十四个人,各以左手扶住身旁道吕右肩,十四人的力气以连而为一。 心想,且试一试我的功力到底如何? 长剑挥出,沾上了第十四名道人手中之剑。 那道人极向里夺,那只手中长剑就似香焊在铜顶铁针之中,竟是纹丝不动,其余十三个人各运恭敬,要和十四人之力将敌人的粘力划开。 郭靖正要引个人合力,一绝手上夺力俱增,喝了一声,小心了! 右臂震触,嘎啦啦一阵响,犹如推倒了什么巨物。 十二柄长剑,紧接断折,最后两柄却飞向半空,十四名道人惊骇无以,急忙跃开。 郭靖暗叹,毕竟我功力尚未精准,却有两柄剑,没能震断。 这么一来,众道人心中更多了一层借据,出手欲稳,二十一名道士手中虽然施了兵刃,但运掌成风,威力并未减弱。 郭靖适才阵剑,未能尽如己意,已敢敌阵手得越加坚稳。 心想,不知马道长、邱道长他们这些年中在北斗镇上另有什么新创,若是对方呼出高明变化,自己难以拆卸,只怕不免为群道所勤,势不宜迟,须得先下手为强。 当下高声叫道,各位道兄,再不让路,莫怪在下不留情面了。 那长须道人见己方剑战上风,直到郭靖既旨于此,心想,你纵然将我们九十八顶长剑尽数折断,也不能拖出全真教的北斗大阵,听他叫喊,只是微微冷笑,并不答话,却将阵法催得更加紧了。 郭靖疏得矮身,窜到东北脚上,但见西南方两个小镇如影随形地转上,当即指尖抖动,长剑与瞬息之间连刺了十四下,十四点寒兴似乎同时扑出,每一剑都刺中一名道人右腕外侧扬骨穴。 这是剑法中最上场功夫,运剑如风似电,落点却不失离毫,就和同时射出十四剑暗器一般无异。 他出手甚轻,每个道人只是腕上一麻,手指无力,十四顶长剑一起抛在地下。 个人惊骇之下,急忙后跃,查看手腕伤势,但见阳谷穴上微陷红痕,一点鲜血也没渗出,才知对方竟已剑尖施打穴功夫,静透穴道却没损伤外皮。 众道暗暗吃惊,君想,这银贼虽然无耻,倒还不算狠毒,若非手下荣情,要割下我们手掌,真是不费吹灰之力。 这一来,已有五七三十五柄长剑脱手,长须道人大势惠怒,明知郭静未下绝手,只是全真教时代颜面无光,何况若让如此强手闯进本宫,后患大势不小。 当下连连发令,收紧阵势,心想,九十八名道人刺下何为,将你挤也挤死了。 郭静心道, 这些道兄实在不识好歹,说不得,只好狠狠挫折他们一下。 左掌斜隐,右掌向左推出,一个北斗镇的七名道人转上接住。 郭静急奔北极星位,第二个北斗镇跟着攻了过来,此时共有一十四个北斗镇,也既有一十四个北极星座,郭静无分身之术,自是没法同时站住一十四个要位。 他展开轻身功夫,刚站第一阵的北极星位,立即又转到第二阵的北极星位,如此赚得己赚,阵法已现纷乱之相。 长须道人见情势不妙,急传号令,命众道远远散开,站稳阵脚,以静制动。 知道个人若是随着郭静乱转,他奔跑迅速,必能承兮捣乱阵势。 但若固守不动,一十四个北极星位相互远离,郭静身法再快,也难同时抢战。 郭静暗暗喝彩。 心想,这位道兄精通正法要诀,果然见机得快,他们既站立不动,我便趁机往重阳宫去。 转眼呼响,哎呀,不好,多半马道长、邱道长他们都不在宫中,否则我跟这些道兄斗了这么久,邱道长他们岂有不知之力。 抬头向重阳宫望去,忽见道官屋脚边白光连闪,似是有人正是兵刃相斗,只是相距远了,身形难以瞧见,刀剑撞击之声,更是无法听闻。 郭静心中一动,有谁这么大胆,竟敢到重阳宫去动手? 今晚之事实是大有蹊跷,要带敢去瞧个明白,十四座北斗镇却又逼近,越缠越紧。 他心中焦急,左掌一招,剑龙在田,右手一招,抗龙有毁,使出左右互搏之术,同时分攻左右。 但见左边北斗大阵的四十九人挡他左招,右边四十九人挡他右招,他招数未曾始足,中途忽变。 剑龙在田变成了抗龙有毁,而抗龙有毁却变成了剑龙在田。 他以左右互搏之术,双手使不同招数已属难能,而中途招数互义,中道更是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。 左边的北斗大阵原是抵挡他的剑龙在田,右边的挡他的抗龙有毁,这两招去世相反,两边道人奋力相抗,哪料得疏乎之间他竟招数互义。 只见郭靖人影一闪,已从两阵的夹缝中窜出,左边的四十九名道人与右边四十九名道人正自发力向前冲击,这是哪里还收得住脚,只听砰的一声巨响,两阵相撞。 或剑折毙伤或鼻肿木青,更有三十余人自相冲撞摔倒。 主持阵法的长须道人虽然闪避得快,畏畏道履所伤,可是也以狼狈不堪,盛怒之下连声呼吓,急急整顿阵势。 见郭靖向山脚下的大池欲轻驰奔去,当即带着十四个小镇直追, 全真派的武功本来讲究清静无为,以柔克刚,主帅动怒正是犯了全真派武功的大忌,他心服气粗之下,已说不上什么审查敌情,随机应变。 郭靖奔到玉清池边,但见眼前一片水光,右手长剑挥出,斩下池边一颗杨柳的粗枝,随即抛下长剑,双手抓起树枝,远远抛入池中。 他足下用尽,身子腾空,右足尖在树枝上一点,树枝直沉下去,他却以借力纵道对岸。 众道人奔的正极